最想遇到的應該是 Team Flash 吧 因為我們在上次的 APL 之中是不幸落敗的 所以還蠻想跟 XB 再較量一次看看 Bee Run 因為 Bee Run 其實在國際賽 已經把我們終結在四強已經是兩次了 我最想遇到塔龍的魔路 因為他玩得特別好 然後他們的團隊體系也打得很好 對 我們新魔就是 Bee Run 我覺得只要戰勝了這支隊伍 我就覺得冠軍離我們不遠了 Nunu是我目前認為最強的一位中路選手 還要再超越以前的自己 才有辦法擊敗這麼強的一位選手 我最希望遇到的對手是 SGP 的 Band 因為他的個人實力堅強 畢竟我們之前交手過不少次 SGP 是一支挺難纏的隊伍 因為他們的打野 Band 就是個人操作跟營運上 都是頂尖的選手 主要還是以團隊為主吧 那就是最近有出那個傳說之爹嘛 那可能我覺得我有空的話 我也會常常去去挑戰一下 排個前十看看 我們為 AIC 做的準備就是 跟其他賽序團練 然後把冠軍賽的失誤調整回來 就是多練一些不一樣的陣容吧 讓對手在 BP 上面 不論是 BP 還是戰術方面 都是無法摸透的 繼續練習 不斷地精進自己 然後增加自己的穩定度 一定會為 HKN 拿下好成績 回饋給粉絲 上一次 APL 其實自己的表現 並不是那麼突出 那這次 AIC 我會 凱瑞我的隊友 然後拿到亮眼的成績 雖然這次冠亞賽的結果不盡理想 但這只是電狼故事的一個案小插曲 我們會讓最後的結局是好的 然後再為閃電狼跟 GCS 再拿下一座世界冠軍 爭取最高榮耀 我們 MADE TEAM 會以最好的狀態 參與這次 AIC 遇到我們的隊伍 建議變掉我的卡芬妮 這次拿下 GCS 的冠軍 我們不會辜負粉絲的期待 我們一定會在 AIC 拿出好成績的 我們會看到這次看 下集結束 我們在這次看 我們在一起看 我們會不會有的 我們會不會有的 好緊張 我們會不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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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有的